建議政府的工廠 這些蔬菜籍和大廠間 工廠店將這些涼乾 減輕到少了 我相信建議菜籍 會慢慢慢慢的稍微的氣勢 這樣對於政材農業後 他們的修進也很有幫助 再來工廠 減輕他們的蔬菜的成分 減輕他們的蔬菜籍的成分 每公斤的蔬菜是差不多十塊到十塊 減輕他們的共同營銷的量 今年到現在 連續假日和蔬菜天氣的營養 一天都差不多百三噸至百二噸 甚至到百四噸 減輕我們台北國的市場的影響 把價格拉下來 所以現在蔬菜籍這邊 為他們比較頭痛的問題 就是價格拉下來 銷售都很正常這樣 所以對蔬菜籍這塊的菜籍 影響沒那麼大 因為日輪是大部分 是都打賣市場 大家打賣市場 我們蔬菜籍這邊是 我們來蔬菜籍市場 蔬菜籍市場沒效勳 我們蔬菜籍沒效勳 所以我們的影響就比較少了 雲林縣政府呢 今天特別邀請了我們縣農會 以及主要蔬菜產區的 鄉鎮農會的代表 還有縣內的各合作廠社的代表 大家教育的經濟會議 嚴你對策 希望能夠降低我們農民的損失 經過大家非常擁有的討論 然後而且呢 農會的學徒社群呢 提供他們專業的意見 達成第一點 當然啦 我們在這裡 要保養所有的消費者 拜託大家 這段時間 可以多多的採購 把這個蔬菜 能夠發揮愛心 來協助我們的農民 覆過難關 我們會請我們的教育系統 就有縣內的各級學校的營養午餐 以及動用我們的設政系統 我們管來六七十間的這個長青食堂 我們都會鼓助鼓勵他們多多的來採購我們的蔬菜 第二點就是說 管政府會參與我們的農會系統 和我們的合作社群的系統來合作 我們會協助這些菜農人 來透過育農的方式 保鮮儲存他們的蔬菜 那這些儲存的這個費用 我們會跟農會 會跟這個合作社長 大家來分攤 希望能夠減輕我們農民的負擔 第三點出息的 當然 補貼這個耕除 也是一個很有效的具體的做法 那這個部分呢 經過大家的討論 就是對於這個葉菜類 我們會採取這個補助耕除的這個措施 至於補助的標準的部分 我們會再跟農糧署來聯絡 來討論 希望中央農糧署也能夠對於我們的菜農 能夠伸出援手 地方政府願意配合大家共同來努力 謝謝 我們得緊緊哦 來,我意思 我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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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